有很多手串 甚至乎寿星宫 这是这种厚皮弹小粒 我比较喜欢这种 整块都要了 马蹄爽8元 好啊 好啊 马蹄爽 这个不是冰的 请教一下 这个是红豆糕 上面白色是椰汁 我旁边还有千层 我老婆最喜欢吃千层 里面有马蹄粒 爽口 然后真的好像小时候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 现在刚刚过了九点 今天我又在广州拍摄 我身后陈家子地铁站 A出口 既然只有我一个人拍摄 和以往都是一样的 也是帮观众满足他的要求 第一个地方 非常熟悉 但路名非常不熟悉 就是在前面往右转 我们极为熟悉的 龙尘路市场 龙尘路市场隔离 观众就已经流言很久了 观众提及过 他说他找的地方叫 福寿东街 最初我也觉得很奇怪 好像未听过这个地名 及后他一说 文昌北路 那我就想起了 我们和老婆 我们经常去的龙尘路市场 里面有一个洪福市场 里面室内很窄很难行的 其实为何叫洪福呢 会不会就在福寿东街旁 或者叫福寿街呢 现在就过去看看 可能性极高 今天天气变得没那么热 但是雨水也少了 现在九点钟 很多人刚刚上班 因为有些他未必是写字楼里面 不是只坐九点上班都可以的 前面打横这条路 康黄中路 至于在镜头这个方向一路走过去 就是东风路 这条路我想我都来过很多次 也不跟大家介绍了 去到龙尘路再跟大家 今天也有观众留言 他问我究竟回到半塘这边 去哪里买马蹄糕 首先跟大家讲清楚 其实现在很多马蹄糕 已经不是在半塘做的 那里全部变成出组屋 半塘 都可以买 都是在外边采购的 我们去找完这位观众 要找的地方之后 可能在吃饭之前 后再带大家去看看 哪间买马蹄糕比较好的 大家看看他们上班就是这样的 手拿着一袋早餐 因为怕下雨 所以很多人都是穿拖鞋 前先头经过那两个衣衣 前边这个美女也是 广州人就是这样的 上身可能会穿得挺适合的 回到公司了 如果要站立一点点 那便换回一双靓鞋 大家再看看 我先走这一段 真是前面的红衣 阿姨才看不到脚趾 很多都是看得到脚趾 这个帅哥穿球鞋 至于面前这里就是 细通街 穿回到细和街 亦都可以去到 龙津路市场的方向 路市场的方向 我们看不到 点这也有点 大家看到 这是在公司场上 我们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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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己看见 我们这一位 光学院 我们看见 我们正在 我们现在 everyday 我们看见 我们再来 我们争议 在公司 争议 已经是我们上次经过的导天 不是导香 之前跟老婆吃过的 说是29元左右一例烧鸵 大众化价钱和装修挺漂亮的 味道不算很飙青 但它是比较有趣的 它是没有早茶事怨的 可能附近早茶竞争太大了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笑话 就是广州第一次爆发疫情的时候 有个婆婆中了招 说她的行程轨迹 她这么多间都去过 一年七日日日都不同 当然年车是没有的 下次可以跟老婆来试 其实不是那么差 广州老字好 就是因为 其实后来我们都上网找过关于她的资料 好似说她上一代的 是在 是在 龙广所那边做餐饮的那间做了很久 我现在一下又不记得什么名字 亦都是很久的历史年 我们这些当时不喜欢 跟父母喝茶的人都听说过 好像叫 真的不记得了 我们面前见到这个 细和街就是先头 我们经过 在细通街 细和街 穿出去 就可以去到龙津路那边 就是这边 这边就是龙津路 我们再走前一点 去到 银记门口 观众有说过的 他说银记总店 但是我向很多观众求证过 很多观众也向我说过 其实那边不是银记总店 不过店都好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位置 去到再说 大家看看前面 这些叔叔阿姨 买鸡蛋 买菜 去回家 可能一早喝完茶 没错 面前就是龙津路 和文昌北路的交界处 我会在 《以抢围和》后面 那几个字 那里穿进去 按我的经验估计 应该就是那里 因为我对这里 还是比较熟的 银记抢粉 还有长者幽为和 凡满六十五周岁 可凭证件领取长者卡一章 不过他没有说是什么证件 会不会来自海外的观众都可以 不过整单八五周都值得吃 而且在附近来说 其实他算是坐得比较舒服 因为龙津路附近 这些小食店大多数都是 环境比较一般 因为始终都是旧区 我们先走到这里 福寿东街观众感觉是9号 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的 让我先看看 这里叫做洪福西街 会不会不是这里呢 因为我记错了 先走一走 我们进入洪福市场的后边 再走过去已经是洪福市场了 会不会是下一个路口呢 走完再说 这里继续都是洪福西街 洪福西街 我记得前面好像也是有路的 走完再说 这些地方找地图都没用的 一定是要用脚去走的 先看看 这个位置再过去就已经是洪福市场 一定是不对的 我们走这边 我记得前面还有一条 比洪福西这边更阔落的路 我们在这里慢慢走出去 外边大路 看看找不找到 这里是洪福大街 所以我如何常说洪洪路那些路 既是古旧的 既是古旧的 大家再见 这里又看到有那些瓦片屋 那部分是用那些升铁来加工过的 然后外边一步之游 翻过去就已经是文昌北路了 我想大家也听到了 在这里附近住的 大多数都是老街坊 讲粤语的 如果 如果回到附近遊玩 或者走一些舊街舊行 就不需要擔心溝通的問題 好,我們又回到文昌北路了 那會不會是前方這個路口進去呢? 這裡寫著幸福日行 那應該是怎樣呢? 讓我看看 原來是我弄錯了 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弄清楚了 應該是在接近到行記面的方向 大家看看 我找到福壽東街17號 觀眾要找的9號,應該不願吧 講到這裡,我又記起有一件事 其實我還是未吃早餐的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行可以去行記那裏吃個麵呢? 看情況吧 來到這裡,我又看到這個 所以又拿了一部機器出來拍攝了 真是天光虛 有很多東西賣的 不是天光他們就收檔了嗎? 應該不是的 有很多東西我都是不認識的 有一點點像我們去到佛山的紅衛路 我相信,如果去到再早一點的時間 應該會有更多選擇 有那些板子 又有那些花瓶 又有很多那些壽串 甚至乎壽星公也有 可惜我真的對這件事不太懂 其實古舊的東西,我只懂得懂一點點 這些基本上,一概不懂 但是呢,如果是喜歡這個玩意的 來到這裡一定有收穫 就算買不到 都可以看到很多美麗的東西 好,我們還是不要看這些廚房了 我又不懂 快點找回觀眾要找的地方 當時,在這裡走過去 大概還有五分鐘便會到 根據地圖顯示 而呢,應該就在這裡 就是這個班記紫砂湖 這裡,大家看看是不是 現在早上時段 反而這些固定的舖位 沒有什麼人,全部關門了 這裡還是屬於文昌北路的 這裡叫河溪通津西田妖古道 田妖古道我便來過 不過別管了,我們走完再說 但是可能收建了這些珠寶城 工藝城之後呢,就擋住了這條路 按道理應該有路仔往右轉轉過的 或許我們走到盡頭,沒問題 西關的路就是這樣 即使我都來得算多 但是呢,都是找到這麼吃力的 我們會繼續往北走過去 在前邊一間家具店 往右轉,看看能否找到 至於這裡就是河河面 非常幸運地,我們已經找到 這裏是福壽東 一眼看到,是挖頭路 一定不是的 應該是再往前一個路口 往右轉就可以找得到的 都是不要在先頭的路仔轉 我們找完之後再去吃東西 就是這裏,應該就沒錯 如果錯的話 都幾乎可以說是放棄的 讓我先找路牌 看見這裏,沒錯 這裏已經寫著是1號 原來先頭我就經過了 是,就在前邊 面前這裏見到是3號 裏面全部都是這些 舊的東西 這些瓷器、鋼雅 這裏就已經是5號 會不會在後面有浪衫那裏 掛著衫那裏 機會是非常之大 去到再講 我再次確認過 是這裏 因為門牌已經寫著9號 這裏是7號 即是這裏就是9號 嘩,這裏的路很舊 我見到現在都是三層樓高 然後有防盜網 應該是有人住 但地下這個地鋪 應該是租了出去 但未開門 再換一個角度看看 真是的 9號這裏是G1 這裏是G1 這裏已經是租出去的 究竟這裏會不會是G1號 我當然不得而知 這兩間屋都是連在一起的 你有掛衣服的 只能拍到這個角度 這裏之一樓上 又好像沒有人住 真是不得而知 因為沒有防盜網 但我又見到有冷氣機 還有樓頂是有升鐵棚那些 用來… 用來…怎樣說 陽台遮下雨那些 基本上就是這樣 因為這裏屋 難找到 然後又比較難拍攝 附近都是好像面前這一種 賣一些花瓶 或者一些瓷器、茶壺 至於那裏走出去 就是CINTA 我經過那條路了 哈哈哈哈 這裏附近很多地方都 一不是早租租 一不是已經租出去 用來賣這些瓷器 又有紫砂茶壺賣 紫砂茶壺這些要認識才行 這裏是福壽東階六號 原來外邊一步之遙 出去就已經是文昌北露 至於我的早餐 我就真是想今天去西關婆婆麵 那裏試一下 更正一下應該叫行記麵 這裏很近的東西 哇 我的食物已經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種小店 就在我後面錄麵 然後加上接待十個客人 都不足夠三張餐桌 那種真是厲害 我要了兩樣食物 一個是小的鮮蝦直農餐 另一個是豬油撈麵 大家看看風扇 是否很厲害 這裏是有冷氣的 再加上風扇吹一吹 再裏這個線景 如果我們說去到堅記麵 它都是把五塊牌 放在冰箱上 這裏更加快 用快絲筒遮住就算了 左上角藍色的字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西關行記婆婆麵 是一個很有故事的雲吞麵店 因為我在人家店裡 免得說太多了 先吃個麵 我試過豬油撈麵 不鹹的 要加少許湯 而且如果只吃豬油撈麵 我想不是一個好的配搭 它是用這種竹腥麵 但不算很硬 而且看到有少許波紋 有觀眾又說 你每次都說好吃 我當然有吃過不好的食物 通常吃到像橡筋 我只會說少兩句 我會說這麵很好吃 就算了 大家就看一看 至於這個 我講了這麼久 就是蒸味 最起碼我的牙齒不太好 我是不喜歡吃竹腥麵 但它都可以俘虜到我 接下來試試雲吞 嘗嘗嘗嘗 嘗嘗嘗 嘗嘗 它是這種厚皮蛋細粒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有些厚皮蛋大粒的都好 但其實這麼多款之中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薄皮蛋細粒那種 我認為西關的雲吞應該是這樣 剛剛可以一口一口一粒 然後再吃一條 鹽 鹽 鹽 好老實說 它油香味不算是很重 很重 但又不會說 放到油 放了一段時間 變涼之後會發達那種 雲吞是不錯的 不會說因為這麼小的店鋪 所以出品是有了變差 大家都看到三個人 是守住店鋪 還有湯底也很厲害 大地魚 一口一粒最過癮 我吃飽飽了 現在我出門口 再細看才能看到那幾塊紅色的牌 很多老街坊 不會是因為那幾塊紅色的牌 才來吃它 那張授權書 就放在裡面的筷子桶 塞住 讓我看看 這裡有三塊 是的 三塊 好 我又滿足了觀眾願望的同時 我又可以吃到西關婆婆麵 它有很多很多故事 據說 好像婆婆是由香港回到廣州 照顧家人 然後照顧家人 你要賺食 她的手藝就是做環吞麵 一直做傳承 老婆婆已經退休了 然後孫仔接手 應該在門口那個就是 恒仔 我猜的 我不知道 接下來這個環節 我應該會走回去龍津路 然後帶大家去買馬蒂糕 去杜在閣 我們現在又回到龍津路 現在這個時段 剛剛過了十點 超級多人 不過今天只有我一個人來 就不買食物了 還有這個店鋪的老闆 已經認得我了 他又跟我打招呼 我現在就要繼續往前走 如果要去買一些比較好 有包裝的馬蹄糕 又或者馬蹄糕 馬蹄粉 就在這個方向走過去 繼續往前走 轉左就會去到華桂路 繼續往前走 就會去到龍津 應該是西路吧 我不太記得 總之那邊 會比較接近 黎灣湖公園的方向 是否要早上來買豬肉 有條條掛在這裏 尤其夏天 是要早上來買豬肉 你在龍津路市場 因為早上早到這麼多人 我和老婆 很少會說現在這個時段來的 即使來是怎樣 通常我們會去喝完茶 才來市場 喝完茶都十點 應該要這樣說 如果早上七八點 那時應該是最為熱鬧的 這裏已經是龍津道市場 最疏落的一個位置 至於鏡頭這個方向走過去 就會去得到 黎灣路的方向 終於我們回到這裏了 終於我們又見到它有開眠 如果不是來吃的 早知今早就不吃婆婆麵 婆婆麵都好吃的 明記 很厲害 放暑假那種 市民很催之欲無 搭桌都要在樹底下吃 大家有機會回來 又想嘗試一些本地的風味 可以嘗試 這個不錯 至於買馬蹄粉 就是這樣客人 首先當你見到 這個消防局 這個消防局 繼續往前走 就會有數間 都是不錯的 有些是看上去 比較老字號 老樽細路 比較老字號 除了馬蹄粉以外 還有馬蹄膏 又或者是一些咸酸 我們去第一間看看 第一間 我們會見到 應該是讀太德 我們看到 上邊是有馬蹄膏 旁邊有咸酸 下面是有馬蹄粉 不過這裏 應該是沒有 一杯杯的馬蹄爽賣 而且這裏也看到價錢 30元是一斤 再來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位置 又有另外一間 那間 我認為 如果是香港的觀眾回來 比較適合的 因為為什麼 我來自香港的三嬸 那時還經常回到廣州的時候 都是會去買這個事情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當我們繼續往前走 到這個騎樓底 看到大眾面館 就說明差不多 就到我們準備去買馬蹄膏 馬蹄粉的地方 就在前面這裏 再往前走 十步 真是十步 就已經是樽樽菜館 大家如果有機會回來 想嘗嘗樽樽菜館 那就順便又買馬蹄粉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這裏 它有些是 好像這些 合裝的馬蹄粉 又或者一包包包裝的 馬蹄粉 然後這些 還有一些 馬蹄膏和馬蹄爽 我今天會買 馬蹄膏和馬蹄爽 整個都要了 馬蹄爽100元 好啊好啊 馬蹄爽這個不是冷的 少少 我見到少少 馬蹄爽的清熱好 馬蹄膏清熱好 馬蹄膏清熱 馬蹄膏幾千斤 15號 請教一下 這個就是紅豆糕 下面這個 上面白色是椰汁 椰汁 我旁邊還有一個千層的 我老婆最喜歡吃千層的 是 下面黑芝麻菊 OK 這個是有桂花的 好啊好啊 謝謝 我買了這個 這個是8元 這個應該是26元3號 所有加上 34元3號 先頭我問過 士頭 他說 現在還未可以寄到香港 真的要自己回來 以前香港澳門 都是可以寄得到的 如果作為遊客的你們 剛好回來 就算不買馬蹄膏也好 買一瓶馬蹄爽也好 白蚊雞 尤其現在天口慶 喝點清熱的食物 我認為這些是最好的 又不會太過涼 不過喝得多多涼 好像 還有士頭很合適 其實很好人 非常善談 這個時候老闆娘都會在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作為遊客的你們 在前面往左轉過去 就是荔枝灣涌 至於我 最後一個環節 就幫助最後另外一位觀眾 找他曾經住過的地方 在前面華桂路轉右 我先喝一下這個 裡面有馬蹄粒 爽口 然後真的好像小時候 吃到那些馬蹄爽 因為小時候 在幼兒園的時候 下午茶會有這款 他們會再打一些蛋花 這個當然沒有 蛋花不適合長期保存 有一點點冰涼 還有甜 不過不是 蔗糖那種甜味是清甜 如果拿回去冰箱 放一放喝也行 又或者是現場喝也沒有問題 我現在站的位置就是華桂路 觀眾說要去的地方叫寶原中藥 他說了門牌 是8號 話說是這樣的 上星期我幫另外一位觀眾 找過寶華大街 寶華整中藥 及後馬上另一位觀眾留言 確認了寶原大街8號這個地址 所以上次我沒有辦法拍攝得到 這次真是很方便 我們現在就滿足它 現在我走的是華桂路 身後邊就是我們剛才經過的龍津路 然後在這個地方就是上次我們吃 雲吞麵 不是不是 吃腸粉的地方 原記腸粉 如果回到這邊附近 遊玩有兩個地鐵站 都是很近的 中山百會遠一點 一個比較近的 這裡一直走的長壽路地鐵站 另外一個就是土興行上的陳家子地鐵站 這裡就是華桂路 好 我們又回到這個路口 這個路口就是上星期我幫觀眾 找他曾經住過的地方 現在當然是不進這裏 應該在前邊這裏進去 有幾級樓梯 還有它是靠近上星期 我們經過這個停車場這個位置 就是在前邊紅色有個水馬那裏進去 讓我看看還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是曾經來過一次的 那裏是可以去得到寶原路的 沒錯就是這裏 我們要穿過這個停車場進去的 我先看看 應該我以前進去 是在停車場後邊這樣穿過去的 今天我們就不走 因為停車場我停過我是有印象的 我們在前邊行保華庭那裏 往右轉轉過去 其實這條路好走一些 沒錯 面前就是行保華庭 就是上次我們去杜香吃飯的地方 這裏就叫寶原路 繼續往前行 是可以通往龍津西的 即是說如果先頭我們不經華桂路的話 其實是可以在龍津西路一路穿過來的 至於觀眾要找的地方 我相信就是在這裏進去 看看對不對 不是有這個美女在這裏走出來 我也認為是不對 雖然我以前曾經走過一次 是要穿過這些這麼困窄的路 走過去的 又或者在寶原路 應該是那個方向又會方便些 就是這裏 因為它可能收建地鐵 因為有時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總之在我右手邊這裏 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停車場 很久了 就是這裏了 沒錯 補原中約我已經看到 這裏就是6號 觀眾要找的地方是8號 即是換言之我都不用走下去了 即是說這裏 還好還未拆 6號已經拆成這樣 再來大家看看這條路 和先頭我們幫上一位觀眾 找地方一樣 全部在製造路 我經常說荔灣區製造路 他們可能是排水工程 各種這些 就不再多說了 看看這間屋 外牆是有翻新過的 然後我還看到後面那間屋 上邊的陽台那部分 是有一個玻璃外牆 那些地方喝茶 不知道 有陽台的天棒 說我們廣州人會叫做 還有看到是有人住的 因為那些冷氣機 防盜網一應俱全 我們走到下面看看 就是這裏了 6號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8號就反而是會伸正很多的 算可能附近比較企理 還有10號都算是比較伸正 重新翻新過 基本上就是這樣 補完中約10號 我就會繼續往這個方向走這條路 再看看這邊 3號 是不是很古舊呢 可能是這位觀眾以前 對面的隔離民社吧 大路整完整小路 現在正在整小路 大概半年之前 外邊正在整大路 剛好疫情過了無奈 面前這裏 9號 門是曾經換過的 還有那種古舊的信箱 原來那些青石磚 是這樣的 這些真的很有可能 是由清朝那時用到現在 我剛才看了那塊牌 這裏叫補完中約文化街區活化工程 嘩 在這裏真的醒了 這些真的要活化了 活化完成之後 可能會變成這樣 都不足為奇 把地面重新鋪 整過它 就可能不要那麼凹凹凸 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荔灣區 又或者叫做西關 私力打造成為 這個荔灣區 旅遊核心 重點工程項目 這麼長下的名字 我作的 事實上也是 荔灣區 真是很值得回來遊玩 整個荔灣區 包括西關 有很多路都是比較舊 是需要慢慢翻新的 一路走到這裏 已經是補完中約 如果我沒有記錯 繼續走出去 逢遠路 我真是不記得了 因為西關那些路很難記 這裏跟往山不同 在鏡頭這個方向過去 即是說 在這條路出往右轉 就已經是長壽路地鐵站 又或者在前面 反方向這裏 繼續往前走 轉左就可以去到永慶坊 那它會不會想把這裏 連成一片 打造成一個 剛才那句 的地方 旅遊景點 不足為奇 還有這裏 我亦非常記得 大家看看這裏多古舊 之前亦曾經幫一位公眾 拍攝過他在這裏住 是的 就是在這裏 這裏 這裏是馮圓路 馮圓路 就是連接大同路 和長壽路 和長壽路的一個地方 在這裏過去 可以回到真真正正的 駐機路的方向 如果步行 需要一些時間 還有這裏附近 都幾多餐廳 又近地鐵站 比如前面每一次 經過我都要說一次 大名鼎鼎的日月年 這裏就是日月年 大家可能未聽說過 甚麼叫日月年 即是一個食 餐廳環境極差的一個小食店 很多人專門為了他駕車過來 即是你說是否真的好吃到爆炸 未至於 但是這種風味 這種人情味 是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 還有價錢都不算很便宜 坐在裏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多少人 不過最好的都是坐在路邊吃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回來試試 好了 今集影片都到這裏為止 跟以往一樣 各位觀眾 如果有你想我幫你拍攝的地方 請在我任何一條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盡快滿足你的 如果回到西關這些應該是最快的 大家如果可以幫忙 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 然後可以幫我點個like 下集見 拜拜 這條影片到屏底裡 後來可以刮到她的指定 北極珮料 這條影片給我雲 我們要記得